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放点葱花 一点点食盐 鸡精 胡椒粉 蚝油 胶散菌 加入5克淀粉 40克面粉 搅着看不到干面粉即可 电米锅预热刷上食用油 油热后放入面糊 攀成一个小圆饼 搅上盖子烤两分钟打开 翻一个面再烤一分钟 在八方翻面烙一分钟即可出锅 美味的丝瓜鸡蛋早餐饼就做好了 吃起来松软可口 营养简单 喜欢就赶紧试试吧 跟着大叔小做菜 让家人开心过好每一天 我们下期再见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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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